第一次过情人节 今年的情人节 在我们家的餐桌上 出现了五十年从来没有过的画面 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 旁边摆着两杯葡萄酒 时间过得好快啊 到了今年四月 我们夫妻俩已经共同生活了五十年 可是回想起来 这五十年中 丈夫似乎从来没有给我送过一支花 今年的情人节 我们之所以这样郑重的过 并不是我们专门为了庆贺 结婚五十周年 而是拖了近邻一家超市的服务 价格优惠 而且如果买一套的话 还会给三百点的积分 这个商战策划 对家庭主妇们太有诱惑力了 很多人都在买 很多人都在买 看到我也有些眼馋起来 决定改一会儿时髦 于是又买了一套玫瑰花配葡萄酒 另外买了我喜欢吃的品牌巧克力 我们两口高高兴 我们两口高高兴 Sup 从超市回到家 丈夫把玫瑰花插进花瓶 摆上桌 我从厨柜里拿出两个高脚玻璃杯 sets of freshcko 我们俩面对面坐在餐桌前 开始隆重的吃巧克力喝葡萄酒 共同庆祝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第一个情人节 这样特别的体验 仿佛真的让我们一下子回到了年轻时的感觉 看来即使日常生活 仪式感也是需要的 干杯 感谢超市这样的商战策划 听说卖得很火 很快就卖光了 真是一个双赢的好点子